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1月19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霍凉桥,先和大家讲一下今晚的新闻提要 有《揽炒巴》之称,正被港府通缉的刘祖迪 上个月低调到美国接受我们的专访 政权要消灭新闻自由,抹去人民记忆 《揽炒巴》为我们还原关于他的这段历史 梁天琪星期三凌晨出狱,但仍然需要遵守监管令 外界揣测这种做法类似大陆的维权人士 北京东奥开幕前夕,天津是因为爆发Omicron疫情 而被实施强制清零,引发街头示威 详细的新闻内容 在2021年香港人失去的不单是一份《苹果日报》 还有昨日的历史 由《揽炒巴》之称的刘祖迪,在2019年率先提出揽炒 他和一帮香港年轻人,包括12港人案的李宇軒和陈志华等 发起了众筹全球卖广告,呼吁制裁港共政权 在过去刘祖迪曾接受《苹果》和《立场》等香港传媒的专访 不过官司容不下人民的抗争时 在当下的香港,独立传媒消失 关于刘祖迪揽炒团队的历史 内容已被404无法显示 在2021年最后一个月 现正被港府通缩的刘祖迪,低调地由英国来到美国 接受我们的专访 政权要消灭新闻自由,抹去人民记忆 并且视揽炒为洪水万寿 就等揽炒巴还原2019年至今 香港失去的,至少是关于他的这段历史 由胡凯文回答 刘祖迪28岁,官仔骨骨 拥有测量师牌,刚刚完成了碩士课程 原本他可以过上香港人眼中一个无犯生的生活 但是他就选择了另一条人生轨迹 除了毅然辞职,还计划用两年时间全心全意帮香港抗争 他是反送中运动提出揽炒并且身体力行的第一人 也因此而负上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初期 刘祖迪仍然身在海外 起初透过Telegram联同志同道合的陌生人打国际线 直到同年的12月,他落场亲自参与抗争 不顾一切由英国回到香港,之后家庭破碎 不过刘祖迪多次坚定地说并没有后悔 更加觉得重新在香港人身上见到希望 过去两年,他被捕,被流亡,被打 一度隐性埋名 和刘祖迪聊天的时候 他仍然有90后的那份率性 但亦令到他的谈吐举止 比起同龄人沉稳成熟 成熟需要代价 他在右眼角的一道一寸长的疤痕就是见证 2020年逃离香港之后 他在英国受集,虽然走过鬼门关 但这道眼角上的疤痕就成为了永久的绿印 2020年元旦大游行 他曾被捕,被扣押48小时 刘祖迪原本以为离开香港便有安全 当时刘祖迪攬炒巴的身份 未有被警方释穿 他于是离开香港回到英国 2020年6月 劉祖迪在英国受集之后 他更加看透世情 当时三个猛头大看 在伦敦对准他的头拳打脚踢 劉祖迪的眼骨、头骨、耳朵都爆裂 倒饿在街中不省人事 同年7月 他再确诊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我其实是一个不会哭的人 但是2020年7月的时候 我试过我的眼泪一直流泪 那天我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天 绝对不是恐惧 反而我觉得所有事情没有尽头 所有面对的问题没有尽头 无论在事业上 或是香港的事 或是我的健康 其实我的家人一直都不知道我的身份 就是帮香港人的身份 然后我香港的朋友也基本上没有人知道 然后我也没有可能跟我的添微 去说我实际生活上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读书的同学也不会明白 我在其他方面遇到的争取 所以当时我是过着一个叫做Triple Life 一个三个很割裂的一个身份 一个生活的状况 在英国受集之后两个月 大公、文汇等親北京的报章 在8月报道了攬炒巴的真名 并且说他已经被通緝 刘祖迪说 当时幸好有一位朋友探望和支持他 他开始有勇气由谷底走出来 10月正式公开身份 并且同时宣布团队分拆 他继续带领攬炒团队 呼吁国际社会制裁中港官员 回想团队曾经在2019年 多次极速完成大额的众筹 又极速制作出专业水准的文宣 刊登在世界各大报章 刘祖迪说要归功于团队内 有行内顶尖的设计师 还有专业的写手 负责核数的会计师 但大家不愿意透露身份 也不领任何功劳 他说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前 团队本注光复香港的初心 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分歧 直到他被通緝 李宇軒被捕之后 队员之间对风险的看法有不同 最终攬炒团队重新上路 另一批成员就组成重光团队 向救生艇计划等等的目标推进 我自己的个人立场来说 如果低调或者保守 那就不是蓝筹团队 其实那时候我在2020年5月的时候 那种筹 就是希望在国安法生效之前 可以能够累积到一批的资源 可以给西甲各地不同的团队去使用 去到10月6日、10月7日 其实我都决定不再去糾纏 如果去苦苦于糾纏与资源上的问题 会令到同路人以为 是因为金钱而分开 而不是因为理念等等而分开 我宁愿是没有资源底下 重新去打回那条路出来 始终就是因为为了大局势上 其实我都可以很坦白地说 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的 尤其是分拆了之后 就变成重弓团队和攬炒团队 那攬炒团队实在是没有一分就好 劉祖迪说 要给12港人案的李宇軒 和陈梓华一个名分 他们兄弟三人 联同攬炒团队的成员 当年发起众筹 尋求外国制裁香港 并非受到黎智英和Mark Simon的指示 很老实说 曾经有一派为了保护李宇軒 所以会是想试试说 他不是团队的成员 但是去到最后 反正他都已经被硬定罪 甚至在广发生之前的事情 都插来说的时候 我觉得需要还一个名分给他 所以其实我都可以 之前我都在公开一场上说过 李宇軒是我的兄弟 甚至说是我的兄弟 关于另外黎智英和Mark Simon那些 其实真的是一些 完全是天方野谈的东西 如果当初是有志愿 或者是黎智英指示我的话 那为什么我还要去众筹呢 其实尝试 我觉得对家 为什么会去尝试 塑造这个论术或者故事呢 就是想大家对于 没有大胎或者Leaders 那样东西是 不再相信有样东西了 揽炒吧因为众筹而声明大噪 众筹也都令到刘祖迪曾经被误解 和落得揽炒吧的骂名 他说现在已经看淡抹黑 不想再众筹 持去测量私一职之后 他转为在Kofi平台开设专頁 靠订阅捐助过日子 虽然收入大减 但是他说过得深浪 坦白说我四月好之后 就是依靠大家有微博的支持 我都不怕说我那个 现在我每个月是有多少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 五至六千元港元的收入 去支撑自己的生存 不是生活的 未来会是怎样我不肯定 但我希望可以 会有更加多的全球的突破 然后同时 我也都把我的时间放进去 我的比论文身上 比论文的实际 严格来说 都是跟香港或者跟中国有关 我是分析了大陆的 亦都好彩是拿到 一个Distinction的评级 我希望可以 再去慢慢去fine tune 这篇文 然后去一些国际纪 刊头告都不定 那这些都是不用钱的东西 但是我会尝试用我的精力 用我的知识去尝试去做到一些东西 刘祖迪这次的美国之行 是他人生第一次来美国 在华盛顿 他见了不同的议员和议员的幕僚 亦都和在地的抗争者联络 记者寒圈的时候 问刘祖迪 吃饭没有? 肚不肚饿? 那时候 他只是淡淡言地答了一句 平时都只是吃一餐 省钱 一个明明可以名利相收的 有为讲清 现在为了香港的抗争 放下高薪厚职 中成为了被通缉的流亡者 有谁不心痛? 刘祖迪就把痛苦看得很轻 他说觉醒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必经之路 因为6-19年之前 无论是政治上 或是社会 或是文化上 其实我是非常悲观的 因为那时候我看着香港人 尤其是年轻一辈自己的同辈 甚至乎是 大家都会每个星期说 会不会不上深圳去玩 去喝喜茶 吃淡宇吃海底佬 我觉得很好幸 香港人就是在19年的时候 大家觉醒 大家随着王圈的出现 大家也会知道 我们不应该去喝喜茶吃淡宇 不应该去阻振这些红色的资本 我们甚至乎现在 会发挥香港的历史 经过2019年之后 我们会有更加强大的意志 觉悟去继续限这条路 2019年之前的香港人 我一直都没有希望 但是2019年之后 我觉得有希望 刘祖迪分享了小时候的成长经历 在幼稚园的时候 她曾经问过 最爱的外婆一句 你会否见证着我成为小学生 怎料在幼稚园毕业之前 外婆因为癌症过身 她说因此很早就明白死亡 她又回忆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尝识老师教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变 她举手问老师 那五十年之后会怎样? 老师并没有给她一个解惑的答案 内心从此就中下了一个种子 五十年之后会是怎样? 2012年香港有反国教 2014年雨伞运动 2016年发生了鱼弹革命 那些年劉祖迪都只是站在后方的一个小小示威者 直到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 港人困惑佔中失败后的香港 会否再无社运之際 她付诸行动捲起衣袖落墙攬炒 刘祖迪说 慶行她在2019年6月豁了出去 尝试尽最大的努力 2022年香港踏入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25周年 当年50年不变的承诺如今早已燕眠 刘祖迪因为绝望而攬炒 但是又因为攬炒而见到香港重光的希望 大时代的香港人有多少和刘祖迪一样 是被世代选中的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胡凯文报道 被港府视为格级重返的本土民主前线 前发言人梁天琦 星期三凌晨约3点出役 她获安排乘坐私家车离开石壁监狱 市民迎接的愿望落空 消息说警方国安署有参与今次的行动 认为梁天琦仍然有影响力 不想引起聚集 所以这样安排 事后梁天琦在网上报平安 并透露仍然需要遵守监管令 根据法例 她或者会被监管长达两年的时间 据悉警方将会密切监察她的言行和接触的人物 如果发现有人涉嫌触犯《国安法》等 将会适时採取行当 由李若如不斗 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 在星期三获释 原本预料大批市民到场逆接 但去到凌晨大约3点 她获安排在夜兰人症之下离开石壁监狱 港媒香港01报道 梁天琦当时怀疑有其中一架警方七人车接走 其余三架车初逝沿途护送 中途分道扬彪离开 同时警方在渝南到设置路障折查车辆 情教署说有关安排是因应警方的要求 以及顾及在囚人士的意愿和安全 梁天琦在凌晨6点在网上发文说 已经平安回到家人身边 但按法定要求 获释之后需要遵守监管令 并公开表明离开微光灯的焦点 并且会停止使用社交媒体 借着传媒访问和探访 她强调想好好珍惜和家人重序的宝贵时间 和他们回复正常生活 冲心感激各位的关怀和外护 之后她的社交网站专业停止运作 并且移除所有内容 由于梁天琦被当局和亲中阵营 视为港独头目 是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据了解警方对她出狱之后的风险作出评估 并且会密切注视她接触的人物和言论是否违法 尤其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行 警方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拒绝评论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回应立法会议员 就梁天琦获释宜提问的时候指出 任何人一旦犯法 无论是出狱者 还是任何在香港的人 特别是干犯国安法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等 警方一定会严肃处理 事实上 二年三十岁的梁天琦 成为当局眼中的危险人物 可见于2019年爆发反修例运动之后 梁天琦在大鱼山石壁监狱服刑 初头是囚于月级的监仓 但在2020年初 她突然被安排转仓 到俗称水饭房的最高测房级别 甲级的独立囚室 里面装有闭路电视监控 囚有绝大部分都是极度重犯 同年4月 梁天琦就刑期提出上诉遭到驳回 提回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 港人的民主和自由越受打压 梁天琦的支持度就越高 被视为新生代争取民主的精神领袖 她在2016年加入日本民前后 主张叛徒理念和勇武抗争 以及源自2017年初 参加立法会新界东补选 提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竞选口号 在运动中被广泛使用 梁天琦在狱中透过义工 在社交平台发公开信 说香港人已经展示无比的勇气 改写历史 恨请大家不要被仇恨支配自己 在危难中更要始终保持理性的思考 获得超过5万名的网民支持 同年11月 梁天琦入选美国时代雜誌100NEXT 成为全球改变未来的100位新星之一 梁天琦的影响力令她的一言一行 都成为政治禁忌 2017年以梁天琦为主题的 纪录片《地口天高》上映 纪录她政治生涯的心路历程 但题材被当局视为敏感 遭到亲中阵营追击而成为禁忌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梁天琦提出的光时口号更加成为禁忌 多位示威者和市民 因为发表这个口号而被控违反国安法 和发表煽动文字刊物等 法庭上也就光时的意思人发激烈争论 包括手中相关案件唐英杰案 被告唐英杰涉及駕駛插入光时口号旗帜的电单车 法官认为光时有港独含义 判她煽动分裂和恐怖活动聚成 判囚9年 梁天琦在经历牢欲之苦之前 曾经在2017年初 保释候审期间到美国深处 当时她曾跟另一位 本文前前发言人王台仰 接受本台华盛顿总部访问 透露身边的亲友都叫她走 但她认为走了就不能回来 为什么要离开一个引辱她的地方呢? 几经思考香港还有没有得救的问题之后 她最后决意回香港受審 而王台仰就选择流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若元报道 梁天琦星期三凌晨出狱 但仍然需要遵守监管令 她说将会停用社媒并借着採访 关注筹权问题的前立法会議員邵家津说 并没有听过监管令限制受访 内界传策这种做法类似大陆的维权人士 又懂书语不道 结束四年的监仓生活 梁天琦就算在场外 都未能完全自由 梁天琦星期三凌晨六点在社交专业发问 表示仍需遵守监管令 并将停用社交媒体 和借着传媒的采访 关注筹权问题的 前立法会議員邵家津对本台说 监管令在香港行之已久 对象是涉及严重罪行的释酬 例如谋杀、不杀、 严重伤人、中火、暴动等 一般期限是一至两年 期间有三位职员负责监管 当时人要由稳定居所 和保持与监管人员联络 违反者可以被召回监狱继续服刑 对于今次梁天琦的监管令 是不是很严可? 邵家津说很难评论 因为不知道她实际的监管条件 但奇怪的地方是 这段期间梁天琦不可接受传媒访问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留意到以前社区组织协会 吴维东开过记者招待会 和一些囚友出来接受访问 和开记招 那位囚友就会有监管令 因为他是一些重犯 我和我问过一些职员 他都没有听过有一种监管令 是要包裹监管 来不准接受访问 梁天琦出狱方式低调 在凌晨时间离开 避开大批传媒追访 几间新建制传媒 包括《无线新闻》、《香港01》等 率先报道梁天琦已出狱的消息 《香港01》更独家除车 影动疑似接载梁天琦的七人车离开 种种情况引起网民传测 梁天琦的出狱方式类似大陆维权人士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若笑认为 外界要先釐清 这种出狱方式 是梁天琦本人或她家人的意愿 还是当局的安排 以及出狱之后的某一段时间 当事人是否隐形于社会 他说大陆维权人士出狱之后的待遇 都有所不同 很多人沉寂低调一段时间 都是可以理解 至于具体如何处理 要按政治人物的敏感度而定 必须因个案而定 就视乎这些事件的敏感度或关注度 没有一套固定或所谓惯例 我简单举一个例 他再举例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 2005年被指控间谍罪在北京被判囚5年 后来被遣返香港 出狱之后也低调一段时间 中国为权律师高智成2014年出狱之后 被当局持续软禁 2017年8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刘耀照又说大陆无所谓监管令 但能够剥夺当事人的政治权利 其限多以年为计 当局以剥夺政治权利作为维权人士的释放条件 这种情况很普遍 其间不得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以及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梁天琦出狱之后的人身自由备受关注 根据监管释囚条例 监管期不得超过刑期获減免的部分 具体监管期由监管释囚委员会案情况而定 各位亦可建议撤销监管令 但需要获行政长官批准 梁天琦因为参与2016年农历新年的旺角冲突 在2018年被判暴动罪罪成 连同他审讯前承认的集警罪 合共被判监6年 梁天琦获扣减3分1刑期 复刑4年后出狱 换言之 梁天琦需要遵守的监管令可以长达2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报导 在香港有宠物店店员和顾客先后感染新冠肺炎 香港政府要超过2000只仓鼠和小小动物配装 仓鼠关注协会说棄养潮已经出现了 至今已自获超过170宗棄养的求助公安 他们希望政府日后考虑清楚才行动 有纯音不道 渔户处星期二呼吁所有在12月22日后 购买仓鼠的市民到新界南动物管理中心交仓鼠 以进行人道毁灭 并要签署棄养同意书 有处方职员说 港府不切赔偿 而主人日后也不能再货问仓鼠的情况 本台记者星期三到新界南动物管理中心视察 早上至中午时份 大约20名仓鼠主人响应呼吁 大同仓鼠前来人道毁灭 当中有人更加戴上手套 担心受感染 仓鼠主人何珊说 他的仓鼠布甸在8日购买 是送给10岁的生日礼物 他说儿子知道仓鼠要被人道毁灭后 哭到声嘻力竭 甚至想抢一只仓鼠 临别一刻 儿子努力地为仓鼠拍照 留下记录 虽然年轻安慰儿子 疫情后会再买一只新的给他 但儿子反问 仓鼠都是生命 再买都不是同一只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这番说话令到年轻非常痛心 仓鼠主人叶太说 上星期五才买仓鼠 命名为仓仓 是奖励就读二年级的女儿的考试礼物 由于仓仓和染疫仓鼠属于同一批次 已经挣扎之下 没办法不将仓鼠带来人道处理 叶太艺术的女儿得适合痛哭 特意留下字条写上我爱仓仓作为最后的告别 叶太说不理解为什么政府不让仓鼠做检测 如果没事就归还给主人 是残忍的了 但是又是安全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不清楚 就是只是说 因为他电视不停强调是那间店 但是现在查完 都是同一个仓出 那你变成我们都很无路 不知道怎么做 掌心申命香港仓鼠关注协会负责人陈小姐 星期三接受本台访问时 有关消息公布后至今一日未够 已经有大概170宗弃养求助个案 当中约70宗决定将仓鼠弃养 有部分仓鼠更加是在12月22日前已经被致养 目前已经出现弃养潮 他相信仓鼠抵抗病毒能力 教人类弱 如果去年12月22日已经染疫 相信一组病发 而且难以生存至今 他希望如果下次再有其他物种遇到同一情况 港府应该考虑清楚才行动 你问到当局应不应该考虑禁止买卖动物的问题 陈小姐就说香港对小动物关注的程度非常低 他认为应该将购买小动物的门栏 提高至18岁 减少棄养的情况 杀鼠令事件引起广大市民关注 有市民发起网上联储 希望阻止港府人道毁灭小动物 自星期三晚上6点 已经超过26000人参与联储 另一方面 星期三才开设的救救仓鼠关注组 一日之间已经有5000多人加入 多个田文说 在香港不同地方出现棄鼠的情况 及税人帮忙领养 也有不少人说 愿意暂购仓鼠和提供仓鼠物资 有仓鼠义工向本台指 一夜间已经暂购了15只仓鼠 卫生防护中心就宣布 全港所有售卖仓鼠的宠物店需要停业 也有34间仓鼠宠物店和货仓 亦被列入强制检测厨所 包括旺角通菜街农猫乐园 本台记者星期三也到旺角通菜街视察 有售卖仓鼠的宠物店都已经关门 不过 售卖猫狗的宠物店就未受影响 依旧见到不少人流入内 现场可见 大约10名卫生防护中心人员 下午身穿保护衣并带同消毒装置 到位于旺角的littlebox寵物店 采取行动 但店铺长期关闸 未能清楚了解内面的情况 当卫生防护中心人员入内时 可以见到店内仍有数只兔子摆在厨窗 但已没有装鼠的蹤影 港湖专家顾问袁郭勇 星期三出席电台节目时 说今次属于困难的决定 希望市民谅解 他说因为港人的疫苗接种率低 只能作人道毁灭仓鼠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信音报导 在北京东外开幕前夕 天津市因为爆发Omicron变种疫情 而被实施强制清零 据报星期一晚上 天津市西清区 怀疑有外地人士 因为封锁回不到家 走上街头示威 随后带头抗议的人士被抓捕 油缸入和不到 1月17日 官方通报天津市出现本土确诊病例 除了疫情重灾区津南区之外 西清区和河西区都出现病例 当晚西清区大指 珍兰园小区有外地人抗议没有饭食 大批警察到场 而站在车顶上带头的人就疑似被抓捕 现场民众高限放人 就这次因为防疫导致的示威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在推特法帖指出 现在眼看着大陆各地 苛静猛于疫情 极权当局以防疫为命 人为制造次人权灾难 奪走了多少人的生命 令多少人陷于困境绝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德浩 刚日和报导 北京东澳倒数两个星期 和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一样 开幕式将会在续称了巢的 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 曾经参与设计了巢的 中国意见艺术家艾美美 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说 北京主办的两届奥运 都是一场并没有公民社会参与的运动会 在地向世界展现虚价的微笑 说中国人权状况更为恶化 她批评国际奥委会 和中国政府密切合作 将奥运变成一场的表演 以获取双方经济和政治利益 艾美美在北京东澳开幕前夕 接受了美联社独家的书面访问 她批评今届北京东澳会 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一样 都是展现给世界的虚假的微笑 艾美美之前也曾评议过 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是没有灵魂 她说当年的奥运在封锁之下举行 中国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快乐地参与过 时至今天 在2022年的中国 网络和民众的生活 受到更严厉的限制 老百姓只能接受党和国家媒体的洗脑 她说人民被告知 奥运不要政治化 奥运是体育活动 甚至与历史和理念无关 与人性无关 中国的金牌运动员由国家培养 为自己和其机构换取好处 做法杯尼奥林匹克精神 国际奥委会就和中国政府紧密合作 共同以奥运来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 对于西方有十几个国家外交抵制 她说中国政府毫不在乎 执政的中共根本不在乎西方是否参与 中国政府相信西方国家连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 在疫情之下 中方更加是坚定相信管控更性自由 北京而东奥进一步证明 中国的威权主义有效 西方的民主将会是挫败 2008年的夏季奥运 艾未未曾以谷底 来形容当时北京的状况 農民工被赶出北京 小商户被关闭 街头摊贩被驱离 全市多处出现覆盖整个街区的 又高又大 贵有美景美图的看板 以遮挡破败的社区 和国际奥委会在2001年决定被北京 举办2008年奥运会当时 曾经宣称此举有助改善人权 背道而辞 她说2008年的夏季奥运以来 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政府更加自信 亦更加不愿妥协 中国变得更大胆 更无道德 更无顾忌 这个是因为看到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虚偽 和无助 艾未未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主场馆 鳥巢的设计者之一 她曾经希望鳥巢的设计和奥运 为中国带来更大的开放 今年的冬季开幕式和闭幕式 都将会在俗称鳥巢的北京国家体育场进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可文报道 欧盟国成员国还未就抵制北京冬奥会达成共识 波兰总统说将会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 欧盟舆议批评是为中共洗白准做灭绝恶行暂态 而中国外加部发言人就表示疑烈欢迎 由吴亦堂清闻报道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职 路透社等外媒星期三报道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将会参加北京2022冬奥会 波兰总统外交事务顾问 阿富布·库莫克星期二对路透社说 波兰是一个主权国家 可以自己决定对华政策 波兰是美国的盟友 但波兰和中国也有非常友好的关系 波兰官员他们说给路透社听 继续通过批评中国来取悦美国 不再符合波兰的利益 并指出在拜登执政期间 这个东欧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恶化 波兰时评人Nasport向本下表示 波兰执政党作出逆世界潮流之举 是在和美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出于和中国利益的现实层面考量 但是波兰作为曾经遭受 纳粹德国荼毒的国家 为正在对维吾尔人 进行种族灭住的中共政权站台的做法 令人不似 波兰现执政党做出这样一个逆流的举动 是出于和中国利益的现实层面考量 二战时期波兰也曾遍布 纳粹德国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于种族迫害 波兰也曾遭受共产主义的荼毒 而为民主自由奋斗过 波兰县执政党也曾以颁布严厉的禁止 共产主义在波兰宣传的法案而著称 现今维吾尔人正遭受种族灭绝 波兰县执政党为一个侵犯人权的邪恶政权站台 这样的精神分裂的做法实在是令人不迟的 杜达政府近期正在加强和中国的关系 去年2月举行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17加1峰会 多个中东欧国家冷落中国派出低级别官员参与 但杜达就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这次峰会上面 杜达也曾表示波兰有其地理上的优势 可以提升波兰作为中欧班列中转站的重要性 德国、台湾裔时评人程世光认为 欧盟未能统一对中国东欧进行外交抵制 相信中共从中用金钱拉拢一些政客 波兰总统的这种做法违背民意 相信未来民众会用选票来让他承担代价 波兰总统杜达这样做是助纣为虐 这一阵可被中共收买去趁加中共奥运会 这些执政者要明白 如果还要想继续当选 他们就要考虑到选民的民意 继续在这样的背离民意 背弃普世价值的话 他们很快就要被选民脱弃了 他们很快就要被选民脱弃了 世卫会发言人迪利夏提 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 任何将会参与北京冬奥的政治领袖 都将会变成为中共洗白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政治工具 高度地意识到不能成为中国 漂白自己的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的政治宣传工具 杜达第一次当选是在2015年8月 2020年杜达胜选年任 但是它所在的波兰右翼法律正义党 主导宪法法庭和最高法庭 令反对党和欧盟不满 杜达政府对LGBT群体的打压 使波兰和欧盟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去年12月 美国宣布对北京2022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理由是中共正在对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 以及其他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以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 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联盟国家 以及欧洲的立陶宛和丹麦等国 也加入了外交抵制行列 一直强调协调欧盟共同行动的德国 它的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 宣布以个人原因抵制北京冬奥会 比利时、荷兰和瑞典等就以疫情为理由 宣布政府官员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 然而美国的盟友他们 并不是普遍地支持外交抵制的做法 认为不能利用体育比赛 来强调对人权的担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 声称中方易烈欢迎到达 到中国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并表态中国有信心 和各方浅行奥运精神 向世界呈现一届简阅安全精彩的冬奥会 而中国各大媒体 仿佛一数早前遭到多个民主国家抵制的低落 大力宣扬到达将会出席北京冬奥会的消息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导 星期二是邓小平南巡30周年日 深圳特区部在当日发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纪念文章 不过中央一级媒体未见发表纪念登公南巡的文章 博者认为央媒的沉默 意味着一场政治风暴正在云洋当中 游乔洛情文报导 深圳特区部星期二发表题为 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署名文章 记者留意到 除了深圳特区部 其他官方传媒 并没有发表纪念邓小平南巡的文章 官方也没有相应的纪念活动 而《人民日报》就转发了一篇六年前 《中国党的文献》的文章 提为邓小平高占远足的战略思维 这个情况引发了各方的猜测 時事评论人士维新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 邓小平南巡 发表了中国改革开放里程碑式的讲话 但30年后的今日 官方和媒体 对此并没有大量报道宣传改革成就 可以说是极不尋常 全面终结 因此今天官方媒体的沉默 背后所酝酿着一场政治风暴 中共二十大在今年下半年举行 维新认为在二十大会议期间 邓小平时期制定的很多开放性政策 和领导人制度等 能不能延续都成为疑问 届时将会出现一场酝酿已久的政治风暴 不过北京独立学者查建国认为 官方没有纪念活动 并不代表已经放弃了改革开放路线 上星期六 习近平在2022年达玉斯论坛 发表视频讲话当中提到 中国将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对此查建国这样说 所以我说改革开放呢 是得到中国各个阶层的认同 各个阶层获利得到党内上层的共识 当然我们讲改革开放和这个党的领导 是有独结的矛盾 查建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 只是限于经济领域 而党的领导是以做大做强 建立一个强势政府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解的 北京传媒人王先生认为 在普通民众看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 只是政府将一部分市场经营权还给民众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应该是扩大社会自由 提供法律保障 增强经济活力 但是呢 肯定不是人家所说的改革开放 不管是邓小平的南巡 还是当年的胡文新正 人家的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确保 打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绝对领导 这是人家改革开放的目的 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个概念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 发表讲话提出发展财势硬道理 平息了党内关于市场经济、声社和声资的争论 造就了中国未来数十年的经济繁荣景象 深圳特区报发表的邓小平南巡纪纪念文章提到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正如决议总结的话 党中央深刻认识到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 这篇4千多字的文章大量引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内容 同时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第二份历史决议 并强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当中 其次丝明地指出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 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自由厄州电台情文报导 中国去年出台三条红线规定 令多家地产商陷入财困 路透社星期三报导 中国正是起初全国性规则 令地产商更容易获得仍然保存在托管帐户中的销售资金 作为缓解这个行业严重周转不灵最新的举措 由胡海文报道 路透社引述四个匿名消息人士指出 新规则被他们使用目前由市政府控制 没有中央监管的托管资金 这个将会有助地产商上还债务 支付供应商和为营运融资 中国恒大集团是其中一间陷入财困的地产商 它曾经是中国最畅销的开发商 但现在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地产公司 负债高达3000亿美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副教授李南向路透社表示 恒大崩盘后 一些地方政府突然取代这类托管帐户 令一些优质的企业周转不灵 中央政府糾正是非常必要的 在中国 地产商可以预售楼花 但顾客支付的资金 就必须要传入托管帐户 路透社引述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 托管资金通常占地产商预售资金的五成至七成 但当局并没有对托管的金额作出估计 报道又援引其中三位人士说 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指导下 该行业的主要监管机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和其他部门正是起草新的规则 这些人说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最早在一月底推出这些规定 以免危机进一步惡化 恒生内地房地产指数在香港下午的交易时段 上涨1.6% 并且在星期三收市时上涨近6% 中国地产开发商 世贸集团控股 融创中国控股和碧桂园控股 领涨该板块分别收涨11.3% 7.6%和8.3% 融创和碧桂园等开发商发行的美元债券 亦在路透社发布报道后上涨 地产行业大约佔了中国经济的四分之一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住房 以及城乡建设部 并没有立即回应评论的请求 在恒大危机爆发后 很多地方政府在2021年冻结了托管账户 禁止地产商提款 导致各地的几个项目 并没有员工 地产商的周转问题恶化 虽然自从去年年底开始 一些城市放宽了提款限制 但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由于缺分这方面的全国性规则 部分城市的做法又嫌太宽松 据报道 其中三位消息人士说 以新规则只在允许地产商使用托管资金 首先完成未完成的项目 然后才能用于其他用途 报道引述第四位消息人士说 这些规则还将优先考虑 容许信用状况较好的地产商 偿还在岸债务 野村证券估计 中国地产商在2022年的前两个季度 将会有4200亿元人民币的在岸和离岸债务到期 在岸和离岸债务估计各佔一半 而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 为1910亿元人民币 报道又说 最近几个星期 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 恢复房地产行业的稳定 包括比国家支持的地产商 更容易收购负债的私营企业的不良资产 星期二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周兰表示 央行将会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贯性 一致性和稳定性 周兰在一场记者会上说 近期房地产销售、救地、融资等行为 已逐步回归常态 市场预期会稳步改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德浩、胡凯文报道 在中国、经营短片分享平台的龙头网企 自折跳动 星期三传出裁切整个投资团队的消息 据知约100名员工受到影响 有缸又和不到 六媒《三十六黑》报道 指折跳动计划解散投资业务 其中指折跳动战略投资部门负责人赵彭远 和部分员工将可能转聘入战略业务部门 而公司的财务投资部门就将全部解散 报道指出 指折跳动重整投资业务 在回应政府最近推出的监管措施 中国监管部门近期出台法规 要求掌握超过100万 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 赴国外上市 当前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 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对上述消息 指折跳动也作出回应 自公司年初 在对旗下各业务进行盘点和分析之后 希望加强业务聚焦 和减少协同胜低的投资 因此决定将战略投资部员工 分散到各个业务线上 以加强战略研究职能和业务的配合 而相关的规划 仍然在讨论之中 指折跳动 是社媒平台、抖音 和TikTok的乳务公司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方德浩 光日和报道 就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国外起大力的挑战 美国国务院参赞乔萊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定立关于新科技 和全球贸易的国际规则 将会是美中下一波角力重要的战场 华府必须加强和盟友合作 才能阻止中国输出的独裁模式 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星期三播出的采访里面 乔内提到了美国面临的首要外交政策挑战 他说21世纪国际社会 正是就包括新科技 和全球化经济定立规则 中国正是已有利中国 但有损美国的方式 改制游戏规则 他认为争夺赞社国际规则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场 他说中国的崛起 并不意味着必须和美国形成对抗的关系 这一点是他们一贯的立场 他又说中国正是选择以对抗方式 来定义他们的崛起 和美国和他们的合作伙伴 越来越多的对抗 他又认为美国正是加强和盟友关系 并重振美国外交 这些都是美国应对中国对抗式崛起的办法 更多新闻和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和社交媒体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这终结束我们的节目 从 Washingt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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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